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萧峰 欢迎您准时收看《环球聚焦》的节目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在摄影间里请到的是李秉信李先生 他是前台湾通乡联谊会的会长 也是前清华大学校业会的会长 更是我们的时事政治评论员 李先生 我们欢迎您 我们今天请李先生来 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 就是在南海中越正在对峙 中国的981号钻井平台已经落海开始钻井调试了 而越南也派出了很多船只前去干扰 中越之间在海上民事部门彼此拉锯有冲撞 也有彼此的水枪的攻击 当然还没有酿成军事的冲突 然而矛盾就从海上又转到了越南国内 越南国内以反中的这样一个诉求 这一场和平的示威演变成了打砸抢 很多的中资企业台资企业和其他外资企业 受到了越南民众的打烧砸和抢 现在到目前为止 台湾方面已经表达了台湾方面的关切 因为这次打砸抢中台商的损失惨重 因为台湾大概在越南有2000家厂 所以他们的损失比较大 大陆一方面在积极的撤侨 同时在宣布跟越南的很多的经贸之间的协议 要暂时终止 同时大陆也表达了明确的立场 要求越南政府赔偿一切人员和财产的损失 到目前越南政府已表现出来了 愿意和平解决这些问题 也不希望外资撤走 更希望说能够和平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我们还是想说 这一次矛盾的启发点 当然就是中国在南海的981号钻酒平台 中国应该说在法理上 中国是在自己的海域一侧 在中国划定的九段线之内 它距离越南的领海 也就是说距离越南 还有120到150海里的距离 而距中国所拥有的岛礁 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 也就是说中国是在自己的区域内 开发自己的石油资源 然而越南认为说 它侵犯了越南的200海里的经济贸易区 所以表现出来了抗疫之外 表现出来了用很多武力的 就是非暴力的这种区里 酿成了中越双方在海上的对峙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在南海的这一个游警 它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中国在此时 在此地用此种方式表现出来 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宣誓 当然这个时间点非常巧 那就是前脚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刚刚离开亚洲 同时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时候美国很大一部分精力正在牵扯在欧洲 乌克兰问题并没有解决 同时普京俄罗斯的普京总统刚刚到了中国访问 所以时间点非常的凑巧 而且地点中国选择的地点应该说在法理上 是在中国的一侧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第三个用这种方式 中国采用了一个钻井平台的方式来宣誓自己的主权 应该说这个方式是合理合情而且也合法 所以中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 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宣誓了自己的主权 所以我们请教我们的嘉宾 在这样一种中国刻意的这样安排下 还是引发了越南的这种抗争 这是一种必然还是说 也就是说吵吵闹闹也就算了 中国的目的何在 中国的诉求又是什么 那这一次在我看起来啊 我们常讲说出手的时机嘛 这个中国人讲究那个叫杀鸡井猴啊 这个越南只不过就是那个 这个就是拿来试刀啊 我们说祭旗啊 那祭给谁看 我想那个祭给谁看才是那个整件事情 我们所要去观察的一个重点 你看不管是在最近中国 不管是在跟日本的一个对峙上 对 在钓鱼岛 在钓鱼岛 或是跟这个越南它本身的一个接近冲突 但是还没有冲突的 包括菲律宾也有 这些这些事情在一般人来看 可能觉得这个怎么好像冲突不断 但是它更重要的一个讯号啊 它就是显示出啊 这里是有组织的 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啊 谁当家做主 有的时候当家做主必须要有一个样子 或者是一个行动 甚至于付诸于冲突啊 都还在所不行 我想这个其中的一个这个玄妙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尤其你看跟越南的一个争执 早不冲突晚不冲突 刚好在欧巴马的后脚一走 这样的事情就爆发出来了 那这种宣誓的味道 宣誓这里是谁家的领土啊 谁是这里的这个组子的那个味道 宣誓的味道是很重的 也就是说您认为说 中国政府是选择了一个时机 一个地点用一种方式 来宣誓自己的南海的主权 也就是说 其实中国宣誓在自己的南海的主权 应该宣誓一个在太平洋 甚至太平洋 在整个太平洋有这个东西南北 还有这个区域之分 西太平洋 你看在这一块上面 它是在这时候出了一个手啊 它说这里你虽然可以在 欧巴马可以在我的旁边的邻国 走个一圈 你可以发表你自己 所谓的一个讲话或者是政策 可是在实际的做法上呢 你可以发现 它这样 好像美国它所能够 承诺出来的东西 在最关键的时刻 真的能用得出来吗 我想这是 中国在做给美国看的 你所说的 你所承诺的 正在冲突的时候 那到底会怎么选边站呢 我想这是一个 除了测试以外 更有一个宣示的一个味道 可是美国对南海的问题 其实从这个克林顿 Hillary 克林顿 做国务卿的时候 第一次美国就非常明确地说 南海有美国的利益 南海要求维护南海的 所谓的航行自由 当然南海的经济价值 特别我们先不谈它的 自然经济价值 我们谈它的这个航运的价值 也就是说 世界上很重要的一条航线 像很多的国家的能源不极限 贸易往来线 都要经过南海地区 所以美国说 这是美国的重要的战略利益 当然这势必就和中国的 所谓的战略利益有所冲突 中国过去也一直在谈南海问题 但中国说的多做的少 在南海中 中国上基本上 维护在74年和1988年 两次海战之后的现状 中国并没有改变 并没有增加一寸土地 也没有减少一寸土地 但是这一次 中国实实在在的 在南海地区放下了一个游警 中国这是一个经济利益的 一个寻求 可是表现出来的是高度政治化的 您特别提到了一个时机 您觉得这个时机点 有什么讲究吗 选边站 怎么讲 就是旁边的邻国 你看美国大老远的飞过太平洋 来跟每一个国家拉拢 好像要组成一个团队 可是那个只是一个行程 或者说只是嘴巴上说一说 但是中国这次是出了重手 这跟你是厉害的关系 这跟你是我要撤侨 这是跟我要把我的经济的投资 完全都撤走 那你要怎么选 我不认为是中越之间的一个破裂 或者是破局 你看这个越南的这个大使 马上就飞到中国来去解释了 我觉得它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 他要这些邻国要看清楚 到底谁是跟真正跟你厉害相共 我们说存亡齿涵的一个角色 那休听那些 他不要听美国这样胡说八道 他说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才是跟你厉害相结合 同在一条船上的人 那今天你在有些做法上 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选边的话 你看这个疆界 我们这么多年来 都置之于模糊化的事情 可以在一系之间完全变色 那我想这是他所要宣示出来的一个意义 我想不只是在越南 不管将来也可能在韩国这一块 菲律宾这一块 这样的事情更会很明显 尤其在台湾的这一块 到底你要往谁那边偏 你到底你要跟谁站在一条线上 在这样的一个做法上 会有一个慢慢更加明显的一个趋势 有道理 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作为 实际上是一种中美一个冲突的 或者说中美的在南海地区 在西太平洋地区一个角力 这场角力中实际也考验着周边这些国家 你会站在哪一方 要么你就作弊上官 要么你就在选边站 显然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国家对这件事情表现出来 比较明确的态度 现在看来中国的第一步棋 应该说走的还是比较平稳 但是问题来了 很多朋友说 美国重返亚洲 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口号 虽然美国在欧洲 在中东 甚至在阿富汗都还有很多麻烦 还有很多屁股还没有擦干净 还有很多事情 但是美国重返亚洲的大战略 不会因为它的一些麻烦 而发生改变 美国重返亚洲是必然的 中国要想在亚洲成为真正的老大 显然也似乎也是必然的 这两个之间矛盾不矛盾 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请教 李比锡先生 很多朋友认为说 越南敢如此之强硬的对付中国 是因为越南后面有美国人撑腰 有些朋友不以为然 原因又在于说 越南对美国的态度 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矛盾心理 越南希望实施所谓的远交进攻 远交美国进攻中国 希望能让美国来平衡 中国在亚洲的角色 希望能给越南能够撑正腰打打气 也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 而且在越南内部 其实我们知道越南内部 尤其在越南党的内部 有两派声音 一派声音 那就是所谓的胡志明的政治派 他们认为说 应该坚持越南共产党的这种理念 而另外一派 所谓的新的改革派 就以现在的越南总理 阮禁勇为代表的这一派势力 他们认为说 越南就应该走向美国这样社会制度 他曾经在自己的政府报告中 明确地说 越南政府 越南未来的建国目标 就是像美国那样的一个 自由民主和繁荣的社会 可是越南也确实担心 大家不要忘了 越南目前是共产党的执政 而且在美国 也就是在洛杉矶 有很多当年的 从越南离开的这些人 他们很想重返越南 当然他们并不想服务于现在的越南的共产党政府 他们希望能够在美国的帮助下 有一场新的颜色革命 推翻越南现有政权 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这样一个新的政权 所以越南的政府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一方面要在南海要和中国对峙 要和中国对抗 同时又要担心美国搞他自己的颜色革命 所以很多的朋友建议越南 其实越南应该放下心结 中国对越南没有领土要求 更没有其他的吞并的想法 大家完全可以做朋友 不需要同志家兄弟那种友谊 但是和平相处应该是还可以做到的 中越应该有能力和平解决自己的在南海之间的一些领海和领土的问题 特别中越曾经有过长期合作的历史 但是越南现今的领导人他们有不足自己不同的想法 到底越南能不能够如愿以偿的得到美国的帮助 越南能不能够如愿以偿的在美国的帮助下 越南成为一个繁荣民主自由的国家 能成为对抗中国的一个桥头堡呢 我们请教李比锡李先生 美国抛弃越南恐怕不是第一次了 那倒是 那说在越战的时候 你看美国跟越南之间紧紧的绑在一起 厉害与共 但是说走就走了 因为美国的舆情不同 实际上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美国跟越南 越南基本上不要讲越南 这个中国旁边的许多的国家或者是地区 都是美国的棋子 棋子叫做可进可退 那进了你是我一家人 退得弃之如必席 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在亚洲 你看在中东 这个阿富汗说走就走 这个伊朗撤军 那个伊拉克撤军说走 他也就走了 那你走了 那那些曾经留下来的恩怨情仇怎么办 这些曾经被你扶植过的人 那是不是要面临下另外一个挑战 越南本身当然 这个在他 越南本身本来就不是一个富强的国家 它是东亚最穷的国家了 是然后他限于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制度 或者是本身的一个条件上面 跟亚洲许多国家比较起来 他还是有比较不足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喜欢在越南设厂 因为他的人工实在是便宜 但是一个人最怕得到大头症 当你看这个好像经济慢慢在我自己的本土之内 开始起来之后就忘了他自己的角色 我觉得中国在这次的一个动作上 似乎是一有所指 事有事无的也提醒越南 这个还是要务实一点吧 别把眼光放在一个像天一样远的一个远景 但是眼前这一关都没有过 你看中资从越南撤出之后 不要说像美国那样的一个繁荣 恐怕现在眼前的这一关 你都过不去怎么谈得到将来呢 你看今天中国的崛起 也不是在一戏之间 他是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改革开放 中间经历过多少的冲击风暴 之后才走到今天的境界 人最怕一看自己稍微好了一点 就忘了自己是谁 膨胀了 我看这次越南也会深有所警惕 尤其你看中资一侧 我相信最紧张最后悔而且觉得最不值得的恐怕还是越南自己 不过确实刚才您说到了越南经济 其实越南经济中有几个特点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越南目前还是东亚国家中的最穷的一个 它只有人均大概在1000美元左右 而且越南的它的长年来虽然是以很多的经贸越来越发达 越南我们在美国经常看到很多的东西都是made in越南的 但是其实越南的出口经济出口贸易和出口经济 它跟中国不太一样 中国常年的顺差 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累积下来很多的财富 而越南的进出口在2010年以前2011年以前是常年的逆差 越南很难拘累起自己的财富来 所以越南现在它的经济上完全是单纯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加工贸易 没有自己的工业 形成不了工业化的升级 它对中国的依赖 对世界经济的依赖 也就是说世界范围经济的动荡对越南影响非常大 中越之间贸易是非常密切的 中越之间一旦中越之间贸易出现问题的话 受伤最大的还是越南 所以中国吃定越南了 你觉得是这样 你看在这次的一个做法上面 中国毫无转环的空间 而且一步不让 出手之强硬 而且这个作风之强悍 恐怕也是掉了所有人的眼睛 那相形之下 你看越南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这个反弹的声音是这么的强烈 现在完全都压抑下来了 完全没有 好像已经没有这么一回事的样子 但南海的争议还是在 但越南本身已经搞定了 所以你光从这件事情来看 美国要插入恐怕还是有一段距离 而且这个一夜可以知秋 从越南的事情上 我觉得中国是做给旁边的邻国看的 越南如此 那其他国家恐怕也相差不远 那在这种两害取其亲的一个和娘上面 我相信旁边的邻国自然会自己 要想清楚到底要走哪一块 那更妙的是 美国又一定要维持一个 第一岛链的优势 所以我就想到以前中国 它有个连续就叫做城里城外 在城外的人想进城 在城内想出城 现在可能叫县里县外 在这个岛链上到底 这个县可能会有所调整 但是基本上还是在这条线上的一个 这个静静出处而已 双方各有坚持 县内靠中国这边是为了 自己的生存利害关系 而在县外的又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关系 那只是跟中东不同的 中东都是一些中型国家或是小国家 跟美国在后面相形的对抗 但别忘了 今天在这条线的这个角力当中 中国本身自己就是庄家 它不是一个被玩的棋子 所以这其中的激烈度跟紧密度 尤其跟自己自身的利益的相关度 绝非是中东问题能够比较 下来还是稍不小心 恐怕更激烈的行动就会产生 也就是说大家一直都不希望说 中越之间能够擦枪走火 您觉得中越会在南海问题上 演变成一种擦枪走火吗 我想越南想 但恐怕做不到吧 你看这次我们看到媒体上的一些新闻 中国已经大肆的征兵 所有的军舰炮衣都拿了下来 就是蓄势待发 谁都不怕谁 就大干硬场 那相逢的态势能够出现在越南吗 我想这个悬殊之间 大家自己心中有数 所以我们说英雄不吃眼前亏 视食物者为英雄 我相信越南 你看现在越南的声音 几乎都已经完全暗暗下来了 这件事情很快也被遗忘了 然后在南海设游景这些事情 不久也会变成一个既定的事实 所以人生本来这个强权跟弱权之间 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自有实际去做一个定夺 但是千万别做自己 超估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 那叫做遗卵及时非常危险 你说到一个很重点 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说 越南最大的悲哀 就是它的报复太大 可能实力太少 而且它现在采取的 所谓的远交进攻的策略 也就是说远交美国进攻中国 其实这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因为今天的中国太大了 首先你攻不动 而且远处的美国 越南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恐怕你也交不起 最后一分钟 您觉得中越 虽然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会得了先手 中国不会就此停手 中国已经说了 我还会继续沿着九段线内 在我的所属的海江内 我还会建立一系列的 这种钻镜平台 中国在南海的宣誓主权 越南会不会就此默认 或者说中越会不会达成 某些真正的所谓共同开发的 这样一种协议 其实就像肖哥你刚刚说的 不管达成协定 或者是说就此认定 但是这个趋势是无法改变的 也就是中国已经宣示了 它的那条线 它的权力 它的疆界所在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前夕 后面还有更多的事情 我们就等着看吧 这条线会慢慢的 一条一条的巩固起来 就好像当初在冷战时期的 低岛链 也是慢慢的累积成那条线 只是误患心仪 以前是美国成就的第一岛链 那今天中国的也算是第一岛链 会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就来看 底头游链了 但是可以看出来 这个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越南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但是谁是下一个 谁是下一个 这是我们留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和听众朋友们一个思考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大家 我们大家也真的希望 中越能够和平解决 彼此之间的纷争 没关系 今天我们只能跟大家谈这里了 感谢李炳锡先生 谢谢主持人 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也谢谢我们广大观众 和听众朋友收看和收听 谢谢大家 再见 环球视野东方智慧